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富邦旗下的凯博系统计划将伊甸市新闻从49台发配别将移屏到100台以后,对此伊甸市总经理承受国经27日表示,凯博要把伊甸市丢开,必须提出正当的理由,要不然引进比伊甸市收视率更差的频道取代,要怎么说服观众? 凯博有线电视系统计划将年代集团所属的伊甸市东风电视等台发配别将移到100台以后,引发上场议论。 根据中央社报道,陈首国今晚受访时表示,首先通路是否有那么大的权利能够移动各种频道,代替观众做出很多权益上的作为,第二,通路移动频道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与动机。 陈首国指出,据他的了解,凯博目前要引进的是环宇电视台,环宇的新闻频道目前仅在MOD上架,包含环宇新闻台,环宇新闻二台。 但陈首国一部指出,根据他每天看到的收视率调查资料,环宇两台加起来的收视率都不到伊甸市在MOD的一半。 陈首国说,为什么引进比伊甸市收视率还差的取代伊甸市,显然他们的理由并不正当。 陈首国提到,也许其中有些私人利益,但他不便多做揣测。 他表示,若凯博要把伊甸市丢开,有哪些不好的地方这要提出来,又或者是什么原因,非得掉伊甸市不可。 若是引进,更差的频道取代,要怎么说服观众。 凯博更换频道的决议也需经过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同意。 陈首国呼吁NCC应做出客观的处置,若理由不正当,因此人恩怨网顾消费者权利,应该也不是NCC所越见的吧。